昔日黑帮高级杀手 隐退江湖多年 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 某天突然遇到歹徒抢劫 在摆平歹徒之后 杀手的英勇士气被媒体争相报道 随即也将昔日的黑帮仇家 引到了平静的小镇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犯罪片暴力史 老实巴交的铁锤和老婆孩子 生活在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 铁锤的性格看上去比较懦弱 见人士不笑不说话 铁锤的老婆春花是一名律师 性格强势在家里绝对属于主导地位 铁锤在小镇上经着一家小饭馆 每天循规蹈矩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铁锤的儿子跟铁锤的性格差不多 也属于怒绕型 在学校经常受同学的欺负 还不敢还手 经常欺负铁锤儿子的龙套哥 别看平时挺横 可一遇到硬茬也变成怂货 鸡贼叔和炮灰哥 都是某黑帮的成员 早上他们从汽车旅馆出发的时候 因为跟旅馆老板发生了分歧 这二位淒利咔嚓 把旅馆老板一家全给杀了 为了能搞到钱 这二位临时起义 决定在这个小镇上抢一票 这俩倒霉催的挑了半天 最终选择了铁锤的小饭馆 本来铁锤就要打烊了 鸡贼叔和炮灰哥进来就开始找茬 为了杀鸡敬猴 鸡贼叔让炮灰哥 把一名女店员给干掉 铁锤忍无可忍突然出手了 动作干净利索 一气呵成 很快就把鸡贼叔和炮灰哥给摆平了 这一整套动作下来 如果不是受专业的训练 根本不可能完成 把饭馆里的其他几位全都看傻眼了 这件事很快引来了当地的各大媒体 铁锤马上就成为了新闻人物 电视和报纸上全都是铁锤的照片 对于铁锤这种居家好男人 能有如此的身手 大家都感觉不可思议 成为了英雄 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 但铁锤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面对着群众的围观 和媒体记者的追踪采访 铁锤显得非常紧张 转过天 铁锤正在饭馆里忙活的时候 某黑帮大哥老哈 带着两个手下走了进来 老哈从费城来到这儿 可不是无缘无故的 之前被铁锤干掉的那两个劫匪 就是老哈的手下 他从电视上认出了铁锤 他认为铁锤就是费城黑帮的 超级杀手乔一 但铁锤一连的迷茫 说老哈肯定是认错人了 不过老哈可不这么认为 那个当年把他眼睛弄瞎的人 他永远也不会认错 在饭馆里帮忙的冲花一看 情况不妙 起码给警长打了一电话 老警长可是这个小镇的保护神 在他的管理下 小镇几十年都没发生过 重大的警示案件 他当然绝不允许外地人 在他的地盘撒野 他开上警车追上老哈 警告老哈不要再在小镇出现 否则他就不客气 晚上老警长来到铁锤家 告诉铁锤两口子 之前到饭馆抢劫 在那两个劫匪都是老哈的手下 这个老哈和六宗命案有关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关于老哈去找铁锤这件事 老警长怀疑铁锤以前 可能得罪过老哈 或者说是跟黑帮有些瓜葛 希望铁锤能够跟他说实话 但铁锤失口否认 说老哈肯定是认错人的 虽然老警长已经警告过老哈 但老哈非常的执着 仍然不断地骚扰铁锤 而且还用铁锤的家人来威胁 铁锤意识到大事不好 边往家跑边给老婆打电话 铁锤气喘吁吁的跑回家 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把他老婆和儿子都吓坏了 铁锤的老婆春花 带着女儿去商场买东西 被老哈给盯上 虽然老哈没拿他们闺女怎么样 但这种吓唬人的方式 的确把春花吓得不轻 春花警告老哈离他们远点 但老哈一副满目在乎的样子 说铁锤就是黑帮杀戮乔医 而他的亲哥哥狼头 正是黑帮老大 铁锤的儿子在学校里 再次遭受到了同学龙涛哥的欺负 这次他没有再忍其论声 他必须要像他老爸铁锤那样 发起反击 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由于铁锤的儿子出手太重 被揍的同学的父母 决定起诉铁锤 而且学校也听了铁锤儿子的课 可把铁锤给气得不轻 铁锤本想教训教训儿子 没想到反备儿子给教训 铁锤一怒之下 给了儿子一大嘴巴 儿子二话不说就跑出了家 一天都没回来 傍晚时分 他那个惊魂未定的老婆春花 回到了家 把老哈跟踪他和闺女的事 说了一遍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老哈带着手下来到了他们家 把铁锤的儿子从车里拽了下来 希望铁锤能跟他去一趟废场 这下铁锤和春花两口子不淡定了 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隐姓埋名多年的铁锤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正所谓行家伸身手 便知有没有 铁锤上去就把老哈的两个手下给干掉 老哈一看当时就急眼了 甩手一枪就把铁锤给打伤了 就在老哈要干掉铁锤的时候 铁锤的儿子一向把老哈给毙了 晚上春花来到医院 希望铁锤能把这件事给解释清楚 铁锤无奈 只好承认自己以前是杀手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 他现在已经感谢归正了 希望春花能够原谅自己的过去 不要再纠缠历史老丈 但春花却无法释怀 因为铁锤当初跟他说的身份 以及家庭背景等等全是假 包括铁锤的姓名 当初都是随口编的 最让春花受不了的是 他们那两个孩子 居然还跟着铁锤 性了一个完全子虚无有的性 自己的老爸居然是黑帮杀手乔依 这让铁锤的儿子无法接受 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警长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很快又找到了铁锤 希望铁锤能说出事情的真相 但是却被铁锤两口子给糊弄过去了 铁锤睡到后半夜 突然接到了他那位 黑帮老大哥哥狼头的电话 铁锤干掉老哈的事 狼头已经听说了 希望能跟铁锤见一面 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 而且现在身份已经暴露了 如果不去见一面 今后恐怕很难再平静的生活 为了把这件事彻底解决掉 铁锤前往费城去跟哥哥见面 两兄弟一见面 哥哥狼头显得非常的亲热 抱着铁锤久久都不撒手 不过这一切都是虚情假意的铺垫 由于铁锤干掉了老哈 而老哈又是黑帮的骨干 这让狼头在帮会里非常的被动 他如果想成为下一届的黑帮老大 那他就必须要干掉铁锤 给帮会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不过想干掉铁锤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这个超级杀手很快就发起了反击 把狼头的几个手下全都干掉了 这下可把狼头给气坏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手下居然这么犯通 不过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很快就被铁锤杀了 影片的最后铁锤回到了家 他希望这个家能够接纳他 一家人继续过着以前的生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做人不要走鞋道 合力合法赚钞票 一旦侮辱了企图 基本没有后悔要